下面第八 身决定性 念佛之人 不读世间言论 与无上菩提之道 身身正性 逼近不惑 世面身决定性 这一条不吃 你看 不贪不成不吃 世界 这些言论 特别是现在 政论的越来越少 偏邪是越来越多 跟我长久的 一些同学都晓得我有一个习惯 我学府 59年 最初的十年 有时候看看报纸 报纸杂志 电视 我把这些东西放下了 也接近将近五十年 没有看过电视 没有看过报纸 这些杂志 信息 我也开始拒绝 我也看拒绝了 也有同学常常送些书给我看 我拿到手上 先看版权印 后面印了 版权所有翻印比旧 这书我就不看了 这人拿走 人家问为什么 心量太小 心量很小啊 他能写得出什么好东西 你看我们中国古人 输出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的 欢迎翻印 功德无量 他不是本权所有啊 一个人心量大 量大 佛大 智慧也大 量小 佛也小 智慧也小 那会不会浪费我们时间 我们时间很有限 不愿意浪费在这些地方 可是 世间甚弦 他们的言论 可以看 可以失利 但是 现在环境不一样 灾难太多了 让我们生起 高度的 警觉性 我们怎样应对 这是 迫切在眼前的事情 那只有 把全部的时间 精力 用在佛法上 佛法的经论 也非常之多 救急的 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 眼前危机的 就是这一部 无量寿 真管用啊 尤其是 夏连居老居四的汇集本 现在 在中文 在中文 经典 无量寿 经 九个不同的版本 这是 九种不同版本里头 最好的版本 我们有缘 遇到 这是 多大的 福报 所以我 今年决定 把华严经 暂停 一年 把这一部经 讲出来 我们大家 在一起 好好地来学习 我也像 讲华严经 一样 细说 黄念族老居四的 主题 也是感恩 我们晚年 相遇 之交的 一场 他写这个 主题 用心很苦 而且身上 带着重病 还是把这个 完成 我了解 我非常 敬佩 这一次 我把我读这部经 的 新的感想 与大家 分享 做成 严议 所以这个 经体 叫进土 大经 结 大经 下老会 结 黄念族老 就是 著作的 我们在 末后 再把学习心得 作为 作为 严议 帮助 现前 跟往后 敬佩 我尽忠的 同学 有一个完善的 善本 可以修训 这个意义 很大 代表 无上菩提 之道 在末发 九千年 就是 这个经本 就是 这个主题 深深 震现 笔尽 不祸 这叫 深 决定 心